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東西是關於薇辣的加蔥和阿貞 之前我都出過一集 講過他們的東西 當時阿貞在IG出席 又放手 又刀刀入心 所以傳出了他和加蔥分手 但最近又傳他們復合 為何突然傳他們復合呢 原因是阿貞在IG問一些網友 說未來會訪問加蔥 問一些網友有什麼想知道 是一個和粉絲的互動 加蔥那邊出了一條片 就是玩咬手瓜那條 有阿貞在那裡 網友見他們兩位又一起合作 猜他們是否復合 是否一齊回來 就是這樣傳出了這個消息 甚至乎有些網友是叫做一個傳冊 他們就說會不會是轉了做地下情 就是這樣傳出來 在Facebook那裡都見很多人聊這些事 老實說 其實他們是復合也好 轉地下情也好 我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我不能認識他們 這些就是要看回他們兩位 在社交媒體上的動向 但是我想說一下復合這件事 或者我叫做Fantart Fantart對我自己來說是很難的 因為你通常分得手 都應該是有些奇難雜症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或者有些背叛才是分手 即是解決不了才分手 而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都是很弱的 所以通常拜託拜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都廢人事犯 但是有些人很厲害 即是有些是誇張到 分手一年一兩年 然後雙方都有新的感情 即是雙方都有拍拖 然後又拍一兩年 然後再分手 跟另外那個 然後他兩個又一起回 好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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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朋友真的這樣 不過免得說那麼多 因為說得多會知道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圍內有聽 知道我在說誰 是真的厲害 即是那個男生 跟那個女生 本身是一齊的 小時候 然後呢 大大下分手 然後那個男生 本身後來又有女朋友 然後那個女生 又有新男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 轉轉轉轉 然後又一齊回 現在 你老母這樣也有 還要隔了很多年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不過見到人現在都很恩愛 不說太多 事能彈 最重要是開心的 但我自問 就真的沒有這麼好戲 譬如有些前女找回我 我也是客服的 我覺得不封咎 都算是這樣的 不斷封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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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這些人 我沒有特別 沒有所謂 我是真心覺得 你老母算了 好嗎 你找那個人 你雷糕我把人 隨便 我怎樣都不關你事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複合或翻他這件事 真的好看性格 要看你會不會像我這樣嫌麻煩 或者看你會不會是戒壞以前 有些人很介懷 譬如 你跟他分手的時候 跟另一個女生一起 有些女生很介意 或者有些男生也是 可能你分手 跟另一個男生一起 這些就很難搞 有些人會介意 有條刺 譬如一吵架 又拿出來 你很難搞 你跟那個誰一起 又吵架 這些是很煩的 最重要是看你 想不想解決你們之間的感情問題 或者相處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是一個很心急 一個很猛 這些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是要雙方大家一起磨合 但很多人就是 因為磨合不到所以分手 之後就算大家有愛 翻他翻 但問題也是很難解決的 尤其是性格上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反而嗜好那些會容易些 因為你人大了 可能過了一兩年成熟些 嗜好上面的東西會懂得互相尊重 例如我舉個例子 例如我有個女生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一起住 他兒子很喜歡打機 經常只顧著打機 不理他 即是不要說不理他 可能一時之間 有時候沒有回應他 他以前會動一些 可能是離了 反台 但現在過了幾年 他們都分開過 之後再一起回 可能那個女生 即是我的朋友 都覺得算了 有夠他 他又不是做些什麼 而且他都對他好的 只不過他喜歡打機 那就陪他一起打 更好有些話題 他們好像 聽那個什麼 是不是希治閣 都是講遊戲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我看他們兩個 現在不是很久 有共同的嗜好 多開心 你說嗜好上面的東西 就容易些遷就的 但性格 就很難搞的 還有人大了就會明白 不是說一個愛字 就大了 很多問題 是有些事情 解決不了的 尤其是我自己 又在性格上面 但有些人就是 可能有些人是錢的問題 有些人是給不到他想要的 所謂的幸福 或者可能覺得沒有將來 這些也是解決不了的 很難解決 說到這裡 借他們這件事 說一下自己的事 也沒什麼特別 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